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欢迎收看PARTNAN的三分钟音乐小教室 在收看之前,大家记得按订阅和Like 那就不会错过PARTNAN的资讯和优惠了 有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这一课就会教大家三分钟学会大调音阶 而大调音阶,经常会听到别人说Do,Re,Mi,Fa,Sol,La,T,Do 你会听到就会有八个音 但其实一个大调音阶只会有七个音 为什么会这样计算呢? 因为它高了八度,其实它和这个度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个大调就认识了,一个有七个音 而大调音阶,它们有什么特别呢?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它们音和音之间的关系 例如Do和Re和Re这两个音 中间是隔着一个黑键 而这个八键Do到这个黑键就叫做半音 而这个黑键到Re这个音也是半音 那两个半音加上,它们的关系就叫做一个全音 Do和Re是全音 然后Re和Re中间也是弄一个黑键 如此类推,它们是一个全音 然后Me到Fa Me到Fa是一个半音 很重要,记得顺序 全 全 Do,Re是全 Re,Me是全 Me,Fa是半音 然后Fa,Sol Fa,Sol就是全 然后Sol,La T,Do 就是全 La,T 都是全 然后T,Do 就是一个半音 所以如果计算C音的话 在这个八度里面 就会得到全 全 半 全 全 半 这七个关系 大家知道这个关系 其实所有音都是这样推出来的 例如D大调 Do和Re 由D开始 顾名思义D大调 D 然后选择半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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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它会有选择AppShop的状态 很多人问 Do,Re,Me,Fa,Sol,La,T 都是怎么来的呢? 其实就是这样 全全半 全全全半 今天的音乐小狗室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Like,Share和Subscribe 如果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comment 我们都会尽量去解答你们 下次见 拜拜